来自不同军校的十几个参赛班,参加山地比武挑战赛。 面对落后其他参赛班的情况,学员一般能否一步步赶超,为荣誉而战。 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接近精神和体能的极限,出现矛盾的军校学员又建立起怎样的战友情。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突击2016山地比武纪实,下集。 早晨六点,参加山地比武的第二天,来自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等三所部队院校的十四个参赛班,将继续进行一整天的角逐,并在这天傍晚派出最终的名次。 这是学员一般,前一天的体能课目让一般的每个人都饱受折磨,但现在当着其他参赛班的面,他们都显得比较轻松,没有人愿意在对手面前表现出软弱。 和前一天相比,此时他们的脸上难得有了笑容。 在昨天的一天的比武中,我们一般暂时排名第八名,然后我们是第八个出发,我们就是要在今天的科目中取得一个好成绩。 经过前一天的比武,一般的场景排在了中党偏向,但他们具备一个优势。 前一天,很多参赛班在完成科目时,出现了人员阵亡被淘汰的情况。 而一般到现在,还是奇装满软。 平时训练搞得比较扎实的,配合比较默切的,到今天的成绩。 他可能单个科目的成绩不是太好,但是他的叠加优势非常明显。 实际上,一般也十分看好这天的比武。 出发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来自不同军校的十几个参赛班,参加山地比武挑战赛。 面对落后其他参赛班的情况,学员一般能够一步步赶超,为荣誉而战。 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接近精神和体能的极限。 出现矛盾的军校学员,又建立起怎样的战友情。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突击2016,山地比武纪实,下集。 军事纪 早晨六点,参加山地比武的第二天,来自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等三所部队院校的十四个参赛班,将继续进行一整天的角逐,并在这天傍晚派出最终的名字。 这是学院一般,前一天的体能课目,让一般的每个人都饱受折磨,但现在当着其他参赛班的面,他们都显得比较轻松,没有人愿意在对手面前表现出软硕。 和前一天相比,此时他们的脸上难得有了笑容。 在昨天的一天的比武中,我们一般暂时排名第八名,然后我们是第八个出发,我们就是要在今天的科目中取得一个好成绩。 经过前一天的比武,一般的成绩排在了中党偏向,但他们具备一个优势。 前一天,很多参赛班在完成科目时,出现了人员阵亡被淘汰的情况,而一般到现在还是奇装满园。 平时训练搞得比较扎实的,配合比较默契的,到今天的成绩,他可能单个科目的成绩不是太好,但是他的叠加优势非常明显。 实际上,一般也十分看好这天的比武。出发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此时此刻,在一般学员们心中,比武已经不那么重要。 耽误再多的时间,他们也要先找到自己的战友。 在河岸边,一般找到了假木参。 全班人都在找你,你在干什么呀? 怎么了?没事吧? 没事。 班长,找到了! 怎么了? 快快起来,没事没事,都在,太虚拖了。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 加油,加油,兄弟,加油。 来,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怎么了? 没事。 刚才,我们在前面一个点的时候,我去接水。 这样是回来过程中,在下面石头回到了。 然后,我就在等着你们,你们速度可能有点快了,我就一直等你们,我相信你们肯定不会抛弃我,果然来拉我了,没事。 你是晕倒了,我体力透支有点,伸不过来,夹着腿又扭了一下,没事,我行。 还能不能坚持? 没问题。 没事,我行。 寻找甲木灿,耽误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但更可怕的是,以一般现在的体能状况,挺进三甲的可能性,还有多少呢? 有点击。 在主意,连长,民纪班,就籍出三引并,天天起动,班长,擦这无卡,向于错楼。 全班队,就籍出三引并。 啊,主,资兰引并,尽毕。 战场不会给受伤的人额外的时间休息。 贾莫参还要继续参加后面的比武 还行吗 一定会行过 涉水的距离长一百米 并且水很深 一般的速度根本快不起来 我先走 往上面走 前面走 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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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十分钟的时间 一班才终于到达终地 而在随后的几个课目中 一班也都是勉勉强强地完成了课目 他们的情况别说挺进三甲 就连早上的排名都可能保不住了 下午的五个设计课目 是一般扭转局势的机会 炮兵专业的他们 能否把握住机会 而最终他们又会取得怎样的名字 军事计识正在播出 突击2016山地兵武计时 下集 中午十二点 一班全员完成了上午的课目 秋夏吃我东西吃我东西 我们打了 后面打好了 后面打好了 在难得的休息时间 班长和莉莉还在想着下午的课目 下午我们就是要 把我们前面所释放的 我们现在都争取 把它拿回来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前面不管彼得怎么样 我们要往后面来看 要争取把这个分数给拉上来 这是我想的 不只是班长和莉莉 对下午的比武有信心 一般的其他学员 也都是这么看的 今天我们必须得打个翻身掌 现在用试了 吃饭了 这里是这次山地比武的最后一块场地 一般想要在成绩上奋起直追 就主要靠在这里进行的五个射击课目了 早晨出发时 班长和莉莉早就对下午的射击 制定了目标 主要是在打爬机炮 还有药力这方面 这个是我们炮兵的优势 所以说这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分拿满 一般的学员都是炮兵专业 而根据课目的难易程度 这几个设计课目的分数 也会占很大的比重 对于一般来说 这是他们实现逆袭的最后希望 第一个课目是六龄毯击炮设计 班长和莉莉和两名学员是引导组 他们担任观察目标 和指示坐标的任务 而射击将由炮长陈卓负责 陈卓陈卓 还有加点距离 好好好 在远处的山腰上 有一个圆形目标区 炮弹落在这个目标区内 视为命中目标 一般六龄排击炮射击 首发命中 一发三天 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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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 翻 翻 这个设计科目 一般发挥稳定 他们的紧张心情 稍微放松了一点 一般的五发炮弹 命中四发 按照比武规则 他们在这个科目上 拿到的是满分 开局顺利 他们向既定的 夺取高分的目标 靠近了一分 出发 接下来是U20反坦克火箭炮的设计 依然有炮党沉着设计 命中目标 就说 这位 不打了吗 第二发不打 第一发命中第二发 出头 他们刚才的成绩怎么样 刚才成绩是第一发命中 是四分 一盘再次满 在接下来的步枪和轻机枪设计中 他们也打出了应有的水平 最后一个科目是喷火器设计 喷火器的后座力很大 一旦控制不好 会伤及自己或者身边的战员 在相对有一定风险的科目中 班长和莉莉主动承担起重任 注意手啊 注意手啊 注意手 两个手 把手要先要住 喷火器设计的靶子 在一个地堡的射满里面 这次射击模拟的是 在用步枪击毙暴露的敌人之后 用火焰对隐蔽的敌人 试试最后的打击 我们有三个班过去以后 他们是第一个班命中的 从命中情况来看 他的枪略微的瞄准的偏高一点 但是呢 他由火球通过了这个地堡的射孔 把把子燃烧 我们视其为命中目标 不错 这个班表现得很好 这是和莉莉喷火器射击的慢动作镜头 隐蔽在射孔后面的把子已经燃烧 这说明喷火器的射击准确目中射 最后一个科目上 一般也得到了瓦分 全班守住 天天 阿兹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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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 立东 总指挥同志 上帝一般 一完整人物 一到九名 十到九名 其中的员 其自身 加油 同志们 祝贺你们奇装满园 到达任务终点 你们想不想知道 你们目前的排名啊 GO 现在具体的排名 成绩还有待统计 但是 我可以提前透露你们一点消息 大概 在前三名以内为自己 快服吧 加油 比武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尽 但这场两天两夜的熬战终于结束 对于一般来说 他们最终实现了完美的逆袭 帮助 加油 加油 我觉得是兄弟们的成绩 这个成绩的话 没有兄弟们就 没有 所以我在这里 谢谢各位兄弟们 你们都很棒 此次任务 人们的胜利 大部分也是靠我们班长得力的指挥 还有主员的协同能力 在最苦最累的时候 就是兄弟们 在旁边 辅助我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域 来自不同的民族 但是我们 竟然走到了一起 就像一个神一样 绝绝地留在一起 来自解放军民族干部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 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举办的 突击2016山地敌物挑战战 落下帷幕 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 来自军校的学员们 努力了自我 收获了经验 作为未来的军官 他们将会以更加自信的面貌 应对未来战场上的挑战 中部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54集团军参赛队 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又是怎样走上赛场的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 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 军事计时近期播出 狙击枪手对决计